长荣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物理啊 今天要学的是成像 你来把这个单词读一下吧 Warming Images 这个呢 这个单词很经常用的 在镜子里 看到的影像 就叫虚像 虚拟的不是真实的 透镜呢 可以形成物体的图像 一个图像是一个物体的复制品 但它可能比物体小 也可能比物体大 或于物体本身 左右相反或上下颠倒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用放大镜来看一个 蚂蚁 这个就叫虚像 这个呢就叫实物 真实的物体 这个是 成的虚假的那个像 因为它变得很大 比如说这个 是一个电影放映机 它逃出去的一个 影像 这是 放映机 它逃的这个影像 是真实的影像 它是真实的 不是通过这种 反射或者是折射 这样形成的虚像 它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然后我们看 这个 通过一个针孔 我们通过一个孔 可以让一个物体 倒映在这里 这个孔很小 所以呢 它 如果是在这边可以形成 这个房间非常黑黑暗的话 这个图呢 可以倒映在这 它呢进去之后是颠倒的 就像我们的眼睛 眼睛我们 进到眼角膜的 也是颠倒的 然后神经系统再给翻转过来 这是一个 真实的图像 这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这个因为改变了 所以不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这个是呢 一个物体 这是一个小孔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图像 虚像呢 就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 照相机 这个是一个物体 这是它的一个 滤镜 也就是镜头 你这个时候看到的一个图像呢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跟它是一样的 没有放大 这个呢 放大 或者是缩小 那就叫虚眼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嗯 照相机和眼睛 使用呢 透镜 来形成真实的一个图像 这意味着可以使用一个更大的孔允许更多的光通过并形成一条更亮的图像 透镜 使光线 弯曲 使来自物体上的每个点的光线 对应落在传感器上的某一点形成清晰的图像 它的每个点啊 都会在这个 传感器上 一一对应的形成图像 我们来看这个 数码相机 真实实世界的这个技术 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 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数码相机 我偏偏在拍摄啊什么的全在用的数码相机 这个呢 是 叫做彩色绿光片 绿光 它能绿去那个光 这个呢叫传感器 传感器呢 就是能够接收 传输 把那个 这面的光信号 变成一个数字信号 但是呢 他呢怎么来识别这个色彩呢 是靠这个 叫做 彩色绿光片 我们来看这一段 他是怎么介绍的 数码相机 将光线 聚焦到传感器上 就这个小东西 这是一种 硅芯片 用硅 硅你化学学过吗 就像沙子那个 透明的 很透明的沙子 我们的玻璃是用硅做的 通过产生 电荷 对光子 粒子 做成反应 做出反应 就其本身而言 传感器 无法区分颜色 传感器是没法区分颜色 因此 在顶部放置了一个微小的 彩色绿光片 组成的网格 每个正方形的颜色 与图像中的 一个像素 对应 它有去像一个翻译机 似的 把那些颜色给翻译过来 再来看色线图 可以画一个色线图 找出由 透镜产生的图像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物体 然后这是一个透镜 它真实的图呢 会怎样折射出去呢 找出那个 通过这个镜 会折射到哪里呢 是这样 你画一条线 水平的光线 然后呢 在这个 透镜的中心 这样画一条线 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过去之后 这个就跟我们的眼睛似的 我们眼睛看的物体都是倒影 后来经过神经再翻转过来 你看这个 出来 它的距离是这个 它的距离是这个 这个呢 缩小了二分之一 缩小了二分之一 这个是透镜 这个是呢 图像的顶端 通过这张图 你就知道 怎么样来找到这个焦点 找到这个焦点 向下画一条线 就是 通过这个透镜 它会反射过来之后 在这形成什么样的东西 望远镜 和显微镜 你来念一下吧 Telescopes and Microscopes 望远镜和显微镜 是使用 透镜 或镜子 来形成 放大的图像 它们的工作原理相似 但是望远镜可以放大远处的物体图像 显微镜是放大近处的微小图像 世界上最强大的显微镜可以使单个原子的可见 太厉害了 它能看到原子 显微镜 世界上最大的就那一台 我们正想好好看看 原子 什么样 原子里面是什么样 这个是眼睛 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样 这样是实现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来看这个显微镜 第一个显微镜 这个显微镜呢 这个是目镜 这一点是目镜 就是你眼睛在这里看 这个呢 是物镜 什么叫物镜呢 就是对着物体那个镜子 这个呢 是灯 或者是镜子 一个明亮的 主要为了把那个物体照清楚 这个自然就是一个 聚焦的旋钮 它呢 拧动之后呢 可以调节这个 距离 这样一样 可以看得更清晰 自己调整焦距 放大 放大 还是缩下 这个呢 就是 代抽 这个就是 把东西放在这个 上面 下面有一个打的光 让这个物体更清晰 啊 或者是镜子 反射的镜子 这个镜子 我们看这一块 这个镜子 它是什么样的构成呢 就是这样 眼睛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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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经过这么一个 凸镜 跟我们的眼睛一样的凸镜 这一个镜片 这还有一个镜片 这个镜片就是这个镜片 这个是 叫做 物镜 看物体的 物镜 这个呢 是目镜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镜子 要目镜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那个物体 物体假设看一个 细菌吧 或者看一个病毒吧 或者一个 很微小的一个病毒吧 看 它呢 也是 念着这个画纸线 念着这个画线 画线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右 聚焦 画线 然后呢 再画线 再聚焦 聚焦这个线 给 衍生过来 这个衍生过来 所以呢 通过这个镜子 一看之后 你的眼睛 看到的实物会是这样 非常大 显微镜 就是这种效果 它这个光呢 反射 折射 线路是这样 经过 这个做了 一级的 第一级的放大 然后又通过这个 又做了一级的放大 所以做了两 两级的放大 你要想放放大更多级 还加 中间还加片 就可以 一次次的放大 我们来看这一段 光学显微镜 有两个主要的 凸透镜 它们都像放大镜一样的 工作 第1个叫做 雾镜 形成放大的 物体图像 通过第2个镜子 将前面放大的物体的图像 继续放大 最终得到的图像 比原来大 几百倍 但是倒置的 它是倒过来的 正好是倒置 这样就可以看到 右眼 看不见的小物体 比如细胞 我们也可以使用 光学显微镜 使用光学显微镜时 要把 带车物体 放在灯和镜子的 窄雾上 光线穿过物体 透过物镜 然后 穿过目镜 还有 可以用这种 叫做 扫描电子显微镜 这个就更厉害 扫描电子显微镜 不是用光 而是用来 用移速 由磁 聚集的电子 产生的图像 用磁铁产生的电子 聚集 产生的图像 它呢 放大效果更好 看 把他这个 双人的眼睛 都可以放大 它可以放大 10万倍 这个呢 只是放大了几百倍 这也可以放大 10万倍 比光学显微镜 显示 得更加 细致 这就是一个眼睛 我们来看看望眼镜 望眼镜 通常是这样 他也是用了两个镜片 第一个大 看物体 物体在这里 他这样看 看完之后这样 经过一次 然后再经过他这个 放大 最后他看物体 会变得很大 要望眼镜 本来这个物体这么大 但通过这个镜子一看 会变得 把物体给放大 这就是望眼镜的原理 我们经常用他来看 月亮 看 这个镜子是 光线这样 月光这样进来 进来通过 第一个 镜片 放大 然后再到这个 这一点 再经过第二个 镜片放大 这样他就会 变得更清晰 两次放大 还有呢 这个 反射是望眼镜 过来之后 这个光 过来这个叫叫 凹镜 凹镜反回来的 镜片在这 然后呢 这个人可以在这 看 看 天文 观测台 都是用这种 这种很多 还有 射电望眼镜 我们来看 有些物质呢 他没有光 宇宙中有些东西是 不发光的 那我们怎么来观测 或者我们的右眼也只能看到那一部分的光 其他看不到 用什么来看呢 就用射电望眼镜 宇宙中的一些 电磁波 过来 被这个庞大的 这一个 大盘吸收 然后这些大盘再把它折射到 这一点上 在这一点 成个像 然后我们 通过电脑可以在这边看这一点图像 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 用右眼看不到的一些 这个叫射电望眼镜 我们看这一段 大多数的射电望眼镜是使用可见光 但恒星和 大多数的望眼镜 都是使用的是可见光 但是恒星和星系发出来 其他我们看不到的辐射 包括无线电波 射电望眼镜 用一个像卫星接收器的 一样的大盘 收集和聚集来自太空的 无线电波 这些望眼镜 使天文学家们能够 通过 阻挡 可见光的尘埃云团 研究 银河系的核心 世界充满了色彩 从晴朗的天空的 天蓝色到成熟的 番茄的深红色 所有这些颜色是我们眼睛 看到不同波长的光 的表现 形式 黑色物体 不反任何光 他们吸收光 这个黑色的物体 为什么是黑色 就是他把光全都吸收 不反 不反光 所以就变成黑色的物体 好 我们来看 分离一波 白光呢 看起来几乎没有颜色 但实际上 它是所有颜色 光的混合 索电筒一打 打到一个三菱镜上 通过折射原理 就可以看出 一束白光是有 七种颜色 组成 光谱 红 橙 黄 绿 蓝 变 紫 这个次 都是这个次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叶子 它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因为呢 绿色的 其他颜色的光 它都能够吸收 唯独绿色的光它吸收不了 只能反射出去 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绿色的 是这样 是绿色的 就是因为它 不吸收绿色的光 我们就定它绿色 实际正好 相反 它不是绿色 它是反射绿色的光 大多数的颜色呢 看这个大多数的颜色物体 不是 发出光 而是反射光 它们通过吸收一些波长 并反射其余波长 而得到它的颜色 叶子看起来是绿色的 因为它吸收的光谱中 所有的其他颜色 反射 绿色的光 它把绿色的光反射出来 我们就看一下 现在看呢 这个红 成 黄 绿 来 炼子 它们的波长 是这样 红色呢 波长最长 其次 是这样 当这个 太阳从你身后 射入天空 空空中的水滴 是以42度角 这个角度是42度的时候 这个度数 和这个 你的度数是42度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42度时 反射角 的 42度的反射角 到你的眼睛 你会看到 一道彩虹 水滴像 玻璃 棱镜一样 分离光线的颜色 这些小队是组起来 组装起来 就像一个三棱镜 然后 分离这些颜色 然后这些颜色进行 叠加 就形成了一个彩虹 那个是42度角 必须有强烈的阳光 必须是在雨后 雨后这边 很多小水滴 这地方没有小水滴 所以他就 不能反射 这个是 添加颜色 添加颜色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 无数种颜色 但所有的 这些颜色 都可以通过三种 不同的颜色 的光 来组 来形成 比如说红色 蓝色 还有绿色 以不同的 不同的比例 混合 得到 就是 其他 我们通过这三种颜色 这叫基 基本色 通过它可以调配成 所有的颜色出来 各种各样的颜色 如果 当我们 我们称这三种颜色 为光的原色 混合颜色 混合颜色 也会产生不同的颜色 但是 通过减少 某些 颜色 燃料的量 而不是 增加某种 燃料的量 这个 第一种 添加颜色 会产生 其他颜色 把所有 三种颜色 叠加在一起 是产生 白色的光 这个是浅的 浅的 原色 原色是什么 红 蓝绿 浅的 红蓝绿 叠加在一起的 就是白色 如果深色的 红蓝绿 你看这个红 混合色 不是 这个是颜色 你看看 黑色是怎么得到的 黑色是 混合颜色 混合燃料会减少 某种颜色 比如说 蓝色 颜色和 黄色颜色的 混合 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绿色 蓝色的 和黄色 相叠加的时候 这一点就是绿色 颜色的 原色 混合成 黑色 它们三种颜色 相叠加 黄 红 蓝 蓝 蓝 叠加起来就是 黑色 这一点是黑色 但是它俩相叠加 就是这个 绿色 这些颜色 这些颜色 你要需要 不知道的时候 手机查一下 就知道 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 相叠加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颜色 这就是你的手机屏幕 你把这个手机屏幕放大 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屏幕是这样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靠 红色 蓝色 和绿色 这三个灯 的不同亮度 来在这 前面显示出 它的颜色 你看 我们手机 尽管各种颜色 各种图案 它是靠颜色来显示 这个颜色是怎么显示出来的 把它放到很大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是这样排列的 这都是一些发光的 管 这个叫 绿色像素 我们叫这个像素 多少像素 很小的 比如说 这个屏幕 是 1080 就是 横着1920个像素 这面数字 1080个像素 1080个像素 80个这样的点 这个呢 1920 就是1920个点 然后1920个点形成的 这个呢 是 就像这样形成的 1000多个点 构成 然后呢 靠它们的灯 调整 调整 它们的灯的亮度 这样它们三个的光 加一起 就可以 显示出 想要的那个颜色 我们来看 显示器 计算机 电视和手机屏幕 可以通过 混合三种颜色的光 来 创造 每一种可能的颜色 仔细观察屏幕 你会看到 红色 绿色和蓝色的小点 这个叫像素 像素 通过控制像素 屏幕能以任何比例 混合颜色 人们已经发现了 光的许多巧妙的用途 观察身体内部 对眼睛进行手术 向世界各地发送高速互联网的数据 激光用于测量月亮到地球的确切距离 这个是激光 激光 激光怎么产生的呢 激光是一种明亮的人造光 产生的光速很强 可以在 钢铁上 烧一个洞 激光 速 又直又窄 可以 精准的击中 阿波罗号航天员 留在月球上的一面镜子 它 非常直 非常直 非常窄 所以 很容易就击穿 很远的东西 现在也有把它当作武器 去击落 对方的卫星 或者是 飞机 导弹 什么的 都可以 这是一个白光 这是白光 这是一个灯泡 发的白光 它周围呢 出来各种颜色的光 这个就是激光 它出了一种颜色的光 假设它就是出来的红色的光 你想让它要什么颜色 你就可以调整 就让它出来一种颜色 我们来看它怎么样形成的 看看这个结构 这个是 全度银的镜子 在底部 这个呢 是缠绕在上面的 灯 发光的灯 光 这些明亮的灯呢 把这个灯光呢 传输给了这个 叫做 红宝石杆 这一块 红宝石的杆 这是人造的 红宝石 然后呢 让这些光在里头 形成之后 通过这一个小孔 射出去 射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 在红宝石激光器中 一圈 一圈 灯管照亮一根 人造红宝石 人造红宝石又叫做 氧化铝 红宝石中的原子 吸收能量 并以 红光 重新发射 红宝石里的 这个原子 它吸收了能量 以红光 重新发射 杆的两端 都有反射的 光线 你看这个也是反射的镜子 这也是反射镜子 让它呢 只能从这个孔出去 其他呢 都会反射回去 这样反射来反复反射去 最后 最后呢 就 只能从这个 口 出去 杆的两端都有反射光线的镜子 形成强烈的光束 其中一个 是部分镀银的镜子 可让光束逃影 这个也是个镜子 它别的地上都镀了银 就中间留了一个孔 你想要哪个地方 光束从哪地方出来 你就把哪个地上留成口 它就射出去 白光呢 是 不同 波长的 混合 不同波长的混合 是白光 相比之下 激光只能产生 单一的波长 光波不仅 大小相同 而且步调完全一致 从这都是 一致 这有助于使 激光束 在很长一段距离内 保持狭窄 而有紧密的焦点 我们来看 做眼科手术 这眼科手术 把你的眼睛 切开一块皮 圆圆的皮 把这个皮翻开 两脚模翻开 然后 用这个 外科的激光 在你的眼部 烧焦一些地方 烧焦之后呢 它就会收缩 收缩之后呢 这个就会往前进一下 这个就可以 往前进一下 往前进一下呢 以后你就能看到那个 成像点 就是这样 激光的精确性 使对 精细 的手术 很有用 比如激光 眼科手术 在眼睛的外眼角膜上 切开一个皮 皮瓣 在一地上 嘎了一块 皮瓣 然后给它掀开 激光就快进去了 如果不把它 嘎开来之后 就会把它 烧伤了 那个表皮烧伤了 嘎开来之后 里面是一个镜片 就不怕烧伤 然后用激光 脉冲 使小块 组织蒸发 用激光 罩进去 使一些小块的组织蒸发 可以矫正势力 然后将呢 这个皮瓣呢 再 扣上来 让它愈合 就好 这个呢 是激光的 切割 有些激光器产生强大的 红外线光束 可以融化金属 一下就打透了 玻璃 还有 塑料 甚至金刚石 在兼用的东西 金刚石最兼用的东西 它都可以 打透了 这些激光比电钻更快 更精确 可以用于自作发动机上 用于冷却的 小孔 或淋浴 浴喷头 咖啡机 或食品 罐上的 圆润小孔 都可以 现在很多 东西的打孔 都是开始用它 非常快 照一下 OK 照一下就行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光的 其他应用 光显微 那这个单词你念一下 需要认识 Fiber Optics 这就是光显微 光纤 我们家那个就光纤 拉进来之后 上那个互联网 那个 极顶河 过来 那个线 就是光纤 光纤呢和一个铁线 并在一起 要不它很容易折断 因为它是玻璃做的 需要一个铁线 在里头 固定 不让它打完 不是铁线 钢线 非常硬的钢线 主要目的 不让它折成那种直角 让它可以这样 弯弯的角 然后 我们来看这个 一 每根光纜都是一根 细细如丝的 玻璃显微 光纤呢 是一束 细小的 玻璃显微 它能以光脉冲的形式 传输数据 它们传输数据的速度 比电线要快的多的多 没法比 每根呢 光纜都是一根 细如发丝的玻璃显微 光纤穿过显微的 玻璃丝 从一边反射到另一边 光束无法逃离 从对面光进去 进去 总是折射折射折射 向外传 向内面穿 都是这样 光没法逃离 总是在这个玻璃丝里 因为它不会以一个足够大的角度 去创击 并击穿侧面 而是被反射到 对面 这就是所谓的 权内反射 就是完全的反射到那边 以光的速度反射到那边 瞬间就倒 一秒钟为地球转三圈半 看这种传输方式 在海底铺设这样大粗的光纜 当你使用互联网 当你使用互联网连接到世界另一个地方的网站时 数据通过海底光纜出现在你眼前 它是由特残 它是由特殊的船只铺设的 这些船只将光纜输送到 沿着海底 沿着海底 构筑的 篱上 挖一条 沟渠 并将光纜 投入其中 船只 船只呢 每天要铺设长达 200千米的光纜 这些光纜的使用寿命 约为十年 它有寿命 在里面 因为它外面那个包的东西 海水侵蚀什么的 有的时候还会被 刮断 需要在这个街上 我不曾说 我们前几天讲过 说那个 这个传输 通讯的方式 这种传输 构想的方式 说我们 一个中国人 美籍华人 他在美国 在美国留学 然后留在那 这位老先生今年大概有90多了 他44岁的时候 85岁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 物理学奖 就是因为他提出了 人们可以利用 玻璃显微的这些特性 进行通讯 这是应该是在 50年前提出来 他50年后 他还不知道自己得诺贝尔奖 然后呢 邻居通过报纸知道之后 他还 上街去买菜 造成 邻居告他 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 他以为别人是开他的玩笑 不相信 后来 别人把报纸 给他送到他家 他才相信 2000万人民币 2000多万人民币 问他怎么花这个钱 他说一半看病 你一半周游世界 就是他 就这样 他提出来的这种色相 他提出来的这种色相 所以你主要有一个ID有一个思想 你就可以获得那么多的钱 获得 获得诺贝尔奖 那他什么也没做 他就认为 这是可能 和他一起同时获得这个奖项 还有一个 他俩一起 瓜分了这个奖项 还有这个容 还有一个科学家 他们俩一起 他们因为他们俩是几乎同时间提出来的 这是内窥镜 我们来看看内窥镜是怎么样利用这个 光缆 内窥镜是医生 观察病人身体内部的设备 内窥镜通常有三根线缆 一根含有光纤线微 这个内窥镜 从这查里 很软 可以管弯 光纤线微 到了胃里 看看胃里哪个地方有毛病 一般的这个里头有三个电缆 第一个就是 光学显微 可以将光线 导入身体 照亮医生 想看见的区域 里面是黑的 他进去给照亮 一根是将反射光线 反射回来 有一根是反射 装门吸收光 反射到 显示器上 让医生可以看到图像 通常是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还有一根线缆呢 允许微小的 外科手术装置 置入人体 还有一个呢 是控制一把刀 或者一个剪子 一个掐 下来 他们可以看到了 有些人